早晚布朗市区的一所高中内一栋建筑物发生了爆炸 造成三名工人受伤 建筑物的多个楼层受到了严重的损毁 警方还在继续调查引发煤气爆炸的具体原因 此次爆炸发生在周四晚上的八十零九分 地点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约翰F肯尼迪高中 随后约有14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进行救火 三名伤者在被送往医院后进行了抢救 虽然受伤严重但均无生命危险 据官员介绍爆炸发生时有一个施工队 在建筑物六楼维修煤气管线 警方在经过了调查之后了解到 这个施工队属于一个私人公司 他们负责为该校实验室修改管线 目前纽约楼宇局正在对发生爆炸的建筑物 进行结构完整性评估 以确定是否属于微楼需要拆除 昨天布鲁克林发生了一起致命的事故 一名女乘客被甩出车外不知身亡 失事的司机已经被警方拘捕 昨晚11点30分在布鲁克林 贝瑞地区 当时一名29岁的女性坐在汽车的后座 当汽车由五大道转向贝瑞 Parkway的时候 汽车车门突然打开 女子被甩出了车外 身受重伤 她被送到医院之后被宣告死亡 警方表示 涉事的35岁司机已经被控 受影响下驾驶的罪名 在过去的一个月 退伍军人证拉响了纽约的公共卫生警报 目前卫生局官员终于找到了细菌的源头 并宣布这一波疫情已经结束 经过一个月的清查 市卫生局人员终于在南布朗市区 找到了这一波退伍军人证 细菌的源头 那就是位于东149街的歌剧院酒店 楼顶的冷却塔 其周围英里范围的多处地点 均出现了感染病例 酒店已经于8月1日停止冷却塔的使用 并表示对此结果非常的遗憾 以后将会遵循新出台的规定 每30天对冷却塔进行检测 市卫生局表示 这样虽不能够完全杜绝退伍军人证 但仍会有积极的效果 南布朗市区本次疫情爆发一共导致128人染病 12人死亡 纽约加纳案后续法官裁定 纽约市民宿委员会不能够获得加纳案大陪审团的会议记录 去年7月纽约43岁的黑人小贩 埃里克加纳因警方怀疑其撕射香烟而被抓捕 期间加纳遭到警方的恶猴致死 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涉案警员潘塔里奥 随后民事投诉委员会要求查看大陪审团的会议记录 委员会的律师表示 这些信息将会有助于对事件进行更为全面的调查 但是法官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认为委员会没有说明此举的必要性 目前委员会表示还会继续上诉 由亚太裔事务联盟和纽约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的2015 暑期实习生活动已经正式结束 今天参加活动的学生重聚分享了实习经验 在会上学生们纷纷表示 他们在实习期间被分配到了州市议员 以及公益维护官的办公室实习 了解了政府工作的内容 培养了团队合作的意识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孔子大厦日间照顾中心 照顾社区祈老 这也培养了他们的耐心 以及投身社区服务的精神 学生们表示感谢中华总商会和亚太裔事务联盟举办这个活动 也感谢他们给予自己的机会 中华总商会主席于金山表示 暑期实习让每一个学生都获益良多 这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希望学生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忘服务社区的精神继续努力 华尔电视记者赵璐纽约报道 莱茵音乐协会日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会于本月的23日晚间 在皇后大学拉福克音乐厅举行慈善音乐联欢会 由该会合唱团与纽约地区的音乐好手 及多位社区侨领联手 为社区带来一个雅俗共赏的美好夜晚 成立近20年的莱茵音乐协会合唱团 曾经在2004年赢得由台湾乔委会 举办的全球华侨合唱比赛第二名 会长王慧金表示 合唱团将演唱快智人口的文底 不了情 阿里生之歌等名曲 以及校友民歌《送你一首小诗》 《秋缠》《兰花草》 王慧金说 台湾的校友民歌在当年传唱一时 现在唱起来依旧十分的好听 也希望在演唱会上与众多社区民众 一起回味当年学生时代的校园情怀 当晚的音乐会中 也邀请到钢琴家蔡启南 深处喇叭演奏家张敬明 以及多位社区侨领 为观众现场歌曲同乐 音乐会将在8月23号晚间7点 在皇后大学的拉佛克音乐厅举行 锁票请洽会长王慧金 电话号码为718-772-1333 华语电视机日杨战天 纽约采访报道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将会于8月22日下午2点 在法拉盛的纽约亚太中心举行座谈会 并于今年的9月6日 在皇后大学拉佛克音乐厅举行专题音乐会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黄哲超 20号在记者会中表示 今年是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清华战争胜利70周年 美东地区的华人华侨同胞 与祖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一样 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以谴责日口法西斯的罪恶历史 牢记国难民筹 面怀抗战先烈 复兴中华辉煌 第一场活动将在本月22日下午2点 在法拉盛纽约亚太中心举行座谈会 会场上也将同时展出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历史图片 并邀请学者教授雄介 方烨 以及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雷达等 做专题演讲 此外 有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办 美中音乐家协会成办将在今年9月6日下午3点 在皇后大学的拉佛克音乐厅举行专题音乐会 由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及多个纽约地区的社团 共同举办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包括舞蹈 朗诵 合唱等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 欢迎视频 郑振天 纽约 采访报道 不可吸收 不可嬿